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薛霸小时候其实他的家境并不太好 胡小一毕业就独自到城市去打拼了 辛苦可想而知 幸好难过的时候他有凤飞飞 一首首动人的歌曲唱到他的心坎里 也陪他度过了好多流泪的夜晚 现在薛霸变成资深的超级凤迷 家里还成立了全台唯一的凤姐博物馆 你还记得在你生命中 第一首爱上的是哪一首歌吗 而当你面临低潮的时候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可以让你忘却返忧 从困境逆风而飞 专注的汉阶 塑形 人称学霸的金工师傅薛震宏 整夹紧脚步为顾客定制的珠宝 做最后赶工 屋里回荡着你我耳熟能详 帽子歌后凤飞飞的经典歌曲 一边工作一边听着凤姐 这对薛震宏来说是最享受的时光 家住高雄写定的他 幼年时父亲与捕鱼为生 每当课堂上读到描写桃海人心腹的课文 总是特别有感触 为什么还不回家 对啊对啊 以前就是 于春就是会这个样子 想到那一段下特别有感觉这样 就很辛苦啊 就每天 就是说要赚钱 也要等到这个冬天 乌雨来的时候 才会有蛮大的收入 淘海的不稳定 收入时常有一搭没一搭的 甚至在状况不好的时候 妈妈还得带着他 四处借钱 妈妈带我去跟人家借钱啊 然后 然后钱是有借到的 但是对方就老乞一句话 他说 那你前面 你后没有钱可以还 那你孩子要不要一个来比啊 因为受到这样的恐吓 让身为长子的他 意识到家里迫切需要改善 才国小毕业 就主动向父母表达 不再升学 想帮忙协助家祭的意愿 我如果提早赚钱的话 家庭应该会比较好过 这样 到了陌生的高雄市当金工学徒 那是薛霸第一次 一个人离家如此遥远 有时候也觉得蛮心酸 就等到晚上要睡觉 等那一刹那 就好想哭这样子 薛霸还记得当时 师父总会在工作的时候 收听凤飞飞 就因为凤飞飞直升到台北 闯荡演艺圈 和自己相似的背景 因此她在薛霸心中 就像林家姐姐般亲切 温柔的歌声陪伴着她 就像在告诉自己你并不孤单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再苦也要咬牙撑下去 早上林家姐对我来说 有另外一个激情荡漾的一个 演唱的一个记忆 那词很简单 但是因为在简单里头的字眼里头 能够打动 我每一个 每一个在演绎这条路里头的 很多一些 曾经难忘的一些故事 孤独站在这屋台 听到声声响起来 我的心中有些 慷慨 这是我的天地 修行的天地 从十四岁 辛苦存的第一份薪水 就开始收藏凤飞飞 这位自身凤迷 谈起眼中的凤姐 与多年来的丰硕成果 就像给予向大家 崭性玩具的大小孩 这张 对 这是演出分公司 然后去买的一张唱片 结果后来也收集到 不同的版本 不一样啊 你看 这个 这边跟这边字都不一样 你看 而且这个边边 这个还古如实的 这边 这个没有收集这样子 就不是很专业的凤女的 对啊 这些收集都 已经超过三十了 三十年 从黑教唱片开始 就很喜欢了 然后CD到现在的DVD 对 又不同年代 不同的那些都会收集这样子 每一张你都没有错过吗 我不敢错过 因为有人会骂 说怎么收集成这个样子 对对对 那你说上面那个 校成自己的收藏之路 就好比机油 少了一件 都会感觉不对劲 每一件都是宝贝 如果说最喜欢的 实在很难挑出 那么总有一件 最最最最喜欢的吧 你听了这首歌 我小学我就听过了 但是后来就 就出社会的时候就买来 那这张唱片就给我好多奇怪的缘分这样子 因为我去听凤姐的2003的演唱会 你听到这首歌 我真的是忍不住哭了 然后你听到那个 我小的时刻 就一个家乡的画面进来了 好奇怪 凤姐的歌曲和其多 每一首歌都陪薛霸走过不同的阶段 三部琴曲就伴着她 面对不同形式的感情 爱佳人很多很多的凤飞飞 在演唱会上 也把心肝宝贝列为必唱曲 建议表达对母亲的深深感谢 只有妈妈她真的蛮了不起的 女人将近八十岁的 十几岁的女人在我台上的演唱 凤飞飞 太安妇了 在自己的影响下 老婆儿子也成为凤鸣一族 许多简报都是薛妈帮忙整理的 让人不得不佩服 她的伟大 竟然可以容忍自己的先生 如此疯狂地收藏另一个女人 你这样会不会吃醋啊 她都收集 因为我之前就知道她 她有这样 都是喜欢峰会的 她就有主要做到峰会的东西 所以也觉得蛮佩服的 应该是说我自己可能做不到 她就蛮佩服她 她应该是算最小的凤鸣吧 而且她爸妈都很没有责任 一个在这边一个在这边 那凤姐小孩子不要了 儿子祥宇不同于时下年轻人 明年偶像只因帅气俊美外表 懂得老爸喜爱凤飞飞 却因背后那段刻苦岁月的故事 她的歌声啊 或者是她的某一些歌 就是会给她一种 比较 可能是给予鼓励的那种感觉吧 嗨 先爸 嗨 欢迎 欢迎 每当凤姐开演唱会 她们会从不同的地方来 比如说也有从美国啦 从新加坡 日本 马来西亚 就各国家都会来这边 看看凤姐的东西 对 薛爸家这座凤姐博物馆 是凤鸣门的朝圣地 因为凤姐将来自四面八方的情感 串联在一块 国中的时候 我大概可能是国中 欢迎自己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凤飞飞 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 却也不忘互相调侃消遣 对啊 那是我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读国中 国中 国中毕业的时候 你只说他国中毕业的时候 对啊 这是他 这是他妈 看得出来是好不好 你感觉我们好像是分帅很久 其实我们都不是很熟 其实有一种时长 真的 其实就是一种时长 就是喜欢那个纯真 它的那个香醋味道 他一直在进行 对 他一直在进行 对 他一出来就觉得 都在顾纸正上 那种感觉就是直接放 真的就是那种压名台这样子 对啊 所以你不觉得 你就是很诚诚 他出来 感性的凤飞飞 常常在舞台上感动落泪 也从不吝啬表达对歌迷的感谢 就是这样的帅真 让凤鸣愿意追他到天涯海角 香港来的 谢谢 北京来的 新加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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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自己想一想 在生命中 到底有哪一件事情 让自己欢笑最多 流泪也最多 我想就是唱过这件事 那么这个过程 不管自己在高潮低潮 我觉得 我一直有许多朋友 陪我欢笑 陪我流泪 为我加油 为我打气 让我一次次 能够跨越过来 人生这个困境 真的不容易啊 远嫁香港后 回归家庭的凤姐 沉浅了很长一段时间 粉丝心中难免失落 他有时候就拿他的那个 雾影带起来看一看这样子 你可以看一看哭 真的会哭哦 真的会 还好就在凤鸣深深催换下 2003年 凤姐带着先生和儿子的支持 宣布付出 来台 我这次回来的时候 我先生送我到飞机场 他就讲一句话 好好干吧 去年 凤飞飞夫婿赵红奇 并是牵手 二十八年的夫妻缘分 煞然而终 对你的感谢 而且这次 我希望 走路里的 白菜里的 电唱说也在哭 我把视频在哭 然后经常 眼睛掉在我里头 然后一起吞下去 对你各种 眼睛摆饭 就是我在每次 最大的 最难受 最痛心 一个活的 都不及 现实的空气 你还是要面对它 大而大地 未来的人 我还想靠自己 我还想 每次都关心你的人 每次都关心你的人 我都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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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及你 走出情绪的悲痛 恢复坚强的凤姐 希望用她正面的力量 带给更多人鼓励 也用歌曲 遥记对丈夫的思念 她的歌就是这么 就这样子 她就会把一首歌 唱得有血有泪 对 所以有些歌就是说 你听听过就算了 但是这首歌会 一直留在你的心目中 她会叫你 怎么去做人家的父母 怎么去做人家的子女 对 这就是她的精神所在 她的歌 她的人 精神 对 蛮喜欢 到现在还能维持那么久 我想应该是这个原因吧 我记得第一张唱片的时候 是明国 明国当年 2013年 2014年 第一首歌曲 真的也很难得 但目前还能够继续传唱 因为这次采访 在学霸的号召下 好友们从各方远道而来 我们到言乐地促成这场 南北团职的凤迷会 已经约定好 凤辉辉唱到几岁 他们就追星到几岁 我们相信 今天的曲目 会一直传唱下去 凤姐 我们永远爱你 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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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老哥的优雅相比 热血的摇滚乐 可是会让人听了血脉喷张 下一段节目要告诉你 摇滚乐在台湾的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Street